仔細將肉用竹籤串好 手忙到停不下來 每一串重量都要符合標準 已經67歲的蘭姐 體力速度完全沒輸給年輕人 我是在蜘蛛川上班 有一次就是跌倒了 手就斷掉 斷掉在休息當中 有好一點的時候 我就想說要出去找工作 當初有熟人引薦 再度進入餐飲業 因為公司環境 對高齡者也很友善 即便到了退休年紀 依舊想要留在職場 甚至也拉了朋友加入 不過對於很多高齡者 想要再找工作 恐怕有些難度 我也有這麼多朋友 想要找這個頭路 但是他就是 沒要看電腦 跟我一樣沒要看電腦 沒人介紹 所以要找這個頭路 是真沒用意 要有人簽名 中高齡就業已經是社會趨勢 以服務業餐飲業為最大宗 近幾年中高齡來應聘的人數 也有增加 其實這部分是有越來越多的 就是說只要你願意來 然後願意坐得下來 那基本上我們都很樂意 讓高齡者來工作 因為我們目前現在場沒有非常非常大 所以未來的話 如果第二場或第三場的話 有可能會有開設 這樣的專區的必要性 打開人力銀行網站 有開設中高齡就業專區 工作職務多以門市店員 食品作業員為主 除了全職工作 也有兼職職缺 應徵人數每年都有成兆 我們針對了比較容易入門 而且是有大量缺工的產業 像是批發零售的門市工作 或者是旅宿產業 或者是像餐飲服務生這樣的職缺 那去尋找合作的企業 然後把這些職缺推薦給適合的中高齡人才 根據勞動部調查 2022年45歲到64歲中高齡 65歲以上的高齡 人數大約是1094萬人 投入就業有495.2萬人 中高齡勞動餐飲率達到65.5% 高齡就業也有9.6% 以往其實都是以年輕人舉讀 那有發現特別是在今年7月 中高齡就業促進法通過之後 這個月內的中高齡族群有成長一成以上 餐飲業有超過5成 那有4成的話也是會選擇下作業員 然後另外也有3成大概是選擇下門市 零售銷售這種類型的工作 現在跟疫情前相比的話 現在每個月的成長值來看大概有5成以上 以打工平台的數據 45歲以上應徵長期穩定兼職 主要以餐飲、作業員、門市為主 調查也顯示高齡族群 喜歡自由彈性的工作形態 每週大約投入4天 每天6.5小時 月收入大約是2萬元 同樣面臨老花社會的日本也推出打工APP 根據業者的統計 到了2024年3月 65歲以上用戶已經達到5.1萬人 比2023年成長2.1倍 願意出來工作的高齡者 除了有經濟需求之外 也為了維持健康跟社會保持連結 那我們在看到人才的求職行為上 其實分成兩塊 一群人他們是大概落在45歲到55歲 區間的中高齡求職者 他們比較期待的會是全職的職缺 對於職押上還是有一定的期待的 那另外一群比較是熱靈族 那大概是55歲到65歲 這個區間的人才 他們就比較會期待的是兼職的職缺 那比較期待的是透過工作 可以跟社會持續保持連結 隨著人口結構逐漸老化 缺工問題越來越嚴重 中高齡的就業市場 已經是各產業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源 即便越新聞新聞想留軍台北採訪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